莫莉亚 寻梦者 宋雀 你们果然来了 咱们就是不想看到你变成神志不清 只会哈哈大笑的鬼火 这才急匆匆赶来拉你一把 谢谢你们的好意 但我 没关系 有什么想法你直说就好 好 怎么说呢 成为你们口中的鬼火 至少也要几十年后 这和人类渐渐衰老 不断忘却过去也没什么区别 况且 就算真到了那个阶段 成为一团不被摔老肉体而束缚的鬼火 也未必是件坏事 不会吧 她真有这种想法 赫莉亚一定是被瑟拉佩姆的力量影响了 换作之前的她 绝不可能说出这种话 别露出这么担心的表情啊 这里真的很好 你们瞧 在这个幻想故事里 一切努力都可以化作具体的数字 身为冒险者 我能清晰地看见每一道灰坎 每一次远行 为自己带来的变化 可如果是外面的世界 在质变来临之前 我从来都只能默默等待 既不知道变化何时发生 更不清楚 自己与其他人的距离 更重要的是 这只是图书馆庞大馆藏的其中一本 因为与大家相连 我可以随时前往另一本书 而且 也不会有人为我随意走进他人的生活而愤怒 在这里 我们不分彼此 但图书馆里的书 总归会被看完呢 以这种尺度来说 你现在越是快乐 未来恐怕就越是虚无 那一天还要很久才会到来呢 难道你会为自己终将死亡 而日日焦虑吗 那确实不会 毕竟即使是长生不老的生物 也总有一天会因为概率而死于意外吧 为什么突然这么说 不过我真正好奇的是 既然人横竖都是个死 那变强又有什么意义 等等 寻梦者 你怎么突然 就算你能成为世界最强又怎么样 两眼一闭 不照样啥都没有 更何况 你现在生活在这么安全的地方 没有任何人需要你去保护 可你却还想当个冒险者 这岂不是太傻了吗 哎 地球人可真笨呢 徐梦者 难道 你认为当解救斯卡德的方式是 对不起 你们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太久了 我要 好好好 那让咱赶紧用自己的法子也说两句 赫里亚 你不是说自己是外星人吗 可不是咱这穷枭屁壤里的图老帽吧 快回忆一下 你可是经验丰富的女神 不对 谁 隐露人 咱们说好的两句呢 我其实已经多给了您半句话的时间 还是说 为了说完那句话 您愿意付出留在其中的代价 好吧好吧 咱不说了还不行吗 言归正传 我觉得科拉利多半会在这里 可咱总觉得这里的氛围和欧夏差不了多少 既然如此 科拉利为什么会被吸引呢 是啊 为什么呢 好久不见 嗯 可能也没隔多久 毕竟 你们先前说过的每一句话 都在这里不断回响 即便是此刻 很神奇 也有点吵 嗯 如果你嫌吵 那不如现在就跟我们走 还不行 这是我进入的第十九本书 也是第十九个人的意识 而在进入第一本和第十四本书时 我观察到了一些奇怪的 形似影子的东西 我们在浅层意识里 也有看到过他们 就我目前观察到的结果而言 他们不会分享自己 也不会接纳他人 表现出的特质 与这里的其他意识完全不同 却依然被瑟拉佩姆接纳 甚至 拥有穿行于各处幻境的自由 这样看 他们或许与瑟拉佩姆 建立了某种很特别的联系 等等 等等你想 没错 我想利用他们 直接接触沉睡的瑟拉佩姆 并将其唤醒 当然 如果能顺便弄清 这里的构造与成因 影子与根源物质的关系 输力量的来源就更好了 名字身边外面太多了吧 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 我会把握时间 在意识去同之前找到答案 你们也没必要像对赫莉亚那样 对我使用激将法 这怎么办 新空城 刚才我们用过的办法 都被他偷知完了 有了 这么说来 松雀 七术中最厉害的人 想必就是这位瑟拉佩姆了吧 因为柯拉利说 这里什么知识都有嘛 想必比你师父的那什么 记忆与时光之侠 强多了吧 原来我们的寻梦者是这么想的呀 果然是没什么见识的书呆子 简直是那个 李普他妈给李普开门 李普到家啦 瑟拉诚然有这样一座了不起的图书馆 可要拿它和我师父的收藏笔 那可真就不够看啦 你们要知道 随同为七术 术与术之间亦有不同 之前见过咱和爵亿的差距了没 瑟拉和咱师父之间的差距 那只会比这个更大 你在瑟拉体内拼命搜寻 那还真不如去咬醒咱师父 和他亲自聊上几分钟 作为七术的领导者 也是最强者 他老人家才是你最应该调查的对象 咱们之前看到灯姐深入这里救出了斯卡德吧 那要是换成他老人家 根本不需要自己动手 瑟拉就得乖乖把错吞的人给吐出来 所以赶紧把你手上的活停一停 现在灯姐不听咱解释 还是赶紧去办师父这个救兵 我们怎么回来了 啊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但影 西娜 西娜 快醒醒 啊 你们 你们来找我了 真是的 我们当然不会把你丢在这种地方 感觉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啊 我当时被吸进来的时候想 既然已经进来了 不如干脆找到这里的主人跟他聊聊 不然总感觉太亏了 没想到你们在外面当了这么多风险 赫利亚和克拉利还受到了精神影响 倒也不是你的错 所以你找到他了吗 可能有 也可能没有 毕竟我越是在他的意识中深入 脑袋就越沉 再睁眼就看到了你们 顺着这个方向想 我们目前所处的图书馆 说不定本身就是一本代表了塞拉佩姆自己的书 好像有点道理 不过 老实讲 才有点好奇啊 赫利亚和克拉利多少都受到了这里的影响 为什么西纳里貌似钱的最深反而跟个没剩人一样 也许我天赋一饼 不过感觉那也没有熊梦这厉害 他这不是可以进进出出完全不受影响吗 而且我本来就很满意自己的生活 并不需要塞拉佩姆小姐为我提供些什么 好吧 我没开玩笑啦 这里的人是很友善 待在这里也的确很快乐 但这份友善与快乐 我看不出他们来自哪里 他们就像无根的花草 虽然连成了一大片美丽的花园 却连一阵微风都经受不住 我想 这也是塞拉佩姆以自己的意识 将他们全部收纳起来的原因 他 也许在以自己的方式 保护这些灵魂 这倒也像是他会做的事 只可惜 咱前两次话都没说完 就被引入人给拖走了 也不知道赫莉亚和克拉利 究竟能不能凭自己 摆脱结合的影响 这样说来 即使这一步很顺利 引入人是否真会如约放人 也是个未知数 原来熊梦者对我们之间的关系 这么不自信啊 既然这样 要和我打个赌吗 就赌 大家都能成功离开 然后 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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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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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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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这样嘛 我明白了 绝 只不过你这描述的方式 嗯 算了算了 等你长大之后 自会明白各种道理 总之 比起那些 咱现在更想知道 关于咱刚刚说的 这欧夏目前面临的困境 斯拉 你还有没有别的法子 嗯 松雀姐姐 睡觉的时候 我其实也在不停地思考 但无论如何 都只能得出一个结论 而这个结论 这里的大家并不认同 即使我已经为大家解去了离恶石像的诅咒 是指 以后我们不会再看到离恶石像的幻觉了吗 这是结合之术的特长 如果你在外被石像诅咒 只要回到这里与它重新结合 就可以洗净自身 平安无事了 只是 如果要保证永远如此 大家也必须永远和我结合在一起 这样看 同意 你们 想让七术再次集结 复现百年前分隔世界的伟业 哇 不愧是克拉利 好聪明啊 呃 不好意思 我好像搞错了 嗯 那件事很多年前就解决了 和大家的现状 没有关系 只是这样看来 松雀姐姐 如果真的要将扩散至欧夏的影子 再次收纳于郎秋 我们所有人 都必须到场 但 嗯 没什么 大家确实要尽力唤醒其余的书才行 灯 终究未能赶上吗 一或是 罢了 福祸相生 天命非依 就让我们 知识彼此的命运吧